也會輸入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判斷這裡面是不是一個數字 如果是數字的話 那就過了 主要我們是要找出不是的 所以不是數字該怎麼敘述 所以邏輯是if 中間那個邏輯該怎麼下 所以在VVA裡面有一個函數 是判斷你給的資料是不是一個數字 他如果是的話呢 他就告訴你true 反之就是false 那我要的是什麼 不是數字 所以是顛倒 不是true 就是不是數字的情況下 我要怎麼樣 我要把它擋下來 OK 所以按新增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有沒有 請輸入數字 因為我這個已經做好了 然後把它清空 游標放上去 這樣比較貼心 有時候 寫程式也要顧慮到那個人性的這部分 因為你要很貼心的幫他做事情 他就按照你的方式 乖乖的做完對不對 那也很流暢嗎 各自把各自的事情做好 大家都對不對 做事情就很流暢了 有沒有 清楚有沒有要放這裡 他一定要輸入資料 按新增 他又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這邊又不OK 有沒有 你會發現 我就幫你把它刪掉 你就填這裡就對了 沒有別的地方 就這樣就OK了 這樣你看得懂吧 然後新增 才可以過關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防呆2 判斷是否為數字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主要是寫在這裡 這一段 1 2 3 三個啦 因為 只有三個需要判斷數字 那寫法 我們delete的掉重來 當然最好 你們雲端上也有個貼啦 雲端上也有 那你貼完之後 可以run之後 你就把它delete的掉 可以run之後自己重打一遍 如果你可以打得出來 表示你真的學會了 當然你也不用傻傻了 如果說 有些已經有寫過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 乾脆複製它的結構 有些就不用重打了嘛 對不對 因為呢 基本上 一定是 根據這個testbox 它是等於空的 那我要是什麼呢 不是數字 那不是數字要怎麼敘述 1 請你在那個if的後面 打一個 因為如果假設你不知道 VBA裡面那個函數 怎麼敘述 你可以打個VBA VBA 指的是VBA裡面所有的函數 幫我列出來 電 你會發現 那 VBA裡面有120幾個函數 都會幫你列出來 其中呢 有一個函數叫 is numeric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意思 對不對 你會發現 is array 是不是一個陣列 是不是一個日期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錯誤 是不是 怎麼什麼 missing 其中有一個是什麼呢 is numeric 這個 是不是一個 數字 就用這個來判斷 那is numeric 點兩下 錢刮弧 然後呢 把testbox test 刮在裡面 但是呢 他如果 這個地方會返還 是不是 那當然我們如果是一個數字 其實是數字就不用擋下來了 應該要擋下來什麼 不是 所以不是的話怎麼敘述 兩種方法 等於false 這樣一種方法 等於false就不是數字 第二種敘述方法是什麼 不等於true 不等於 true 兩種方法跟幾乎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喔 只是說我比較習慣是不是不等於true 我習慣的方法 等於false也可以 不等於true比較口語化 就是 判斷完結果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就不是數字啦 我的習慣寫法 剛剛等於false那個也可以喔 不是一種寫法而已喔 OK 做什麼呢 跳出訊息 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 數字 或者請輸入整數也可以 數字 然後呢 一樣 跟他講說 VP criteria 警告一下 然後呢 做什麼呢 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所以在 游標放上去之前呢 先清空他 那怎麼清空呢 就是點什麼呢 點test 對對對 OK 等於 空的 因為我們判斷的 姓名不用判斷 應該是2才對 因為有時候寫一寫 寫到 不過還好就是說 這個寫的時候還是要小心 2OK了 再來就3嘛 所以3的話 基本上 不過其實好像 2 3 其實如果寫在一起會更好 變成寫一個就好 但問題是 清除跟set focus 這個可能就 沒辦法 個別了 變成你要判斷呢 如果他 如果 不知道怎麼寫 不然就是乾脆複製好了 複製貼 貼一個 然後呢 貼兩個 這邊改一下 不就好了 3 這邊改3 到底還好 只是說 更多